你是我的荣耀 作者顾曼 第二十一章 乔晶晶心里酸酸胀胀的 但她知道自己不是在生气 但是她又不想承认 于途站起来 过了一会儿才说话 声音有点暗哑 你一直没回我微信 所以我来问一下 还需要我教你吗 乔晶晶咬了下唇 把头撇到了一边 那天我也用词不当 你帮我向你老师道歉 说过了 于途说 师母前几天还发消息问我 你的朋友晶晶 是不是那个明星乔晶晶 哦 又没话说了 我不在的时候 你游戏打得很好 你又知道 他有点小赌气 昨晚我看了你的历史战绩了 于途叹了口气 又问 所以 还需要我吗 乔晶晶觉得她简直在逼她 可是她到底说不出一句不要 只好气恼地说 你淘宝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零件总算寄到了 写了我家地址 手机号码确实是你的 幸好我也诞收了 难道就任在我家不管吗 于途说 要管的 哼 乔晶晶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 那先上来吃饭吧 有我的 当然没有 于途笑了笑 我明天再过来 坐了一晚上的火车 现在太臭了 一晚上火车 乔晶晶这才注意到 她的样子很骆驼 衣服皱巴巴的 头发有些凌乱 眼睛里还透着红血丝 她这下是真的生气了 你 坐一晚上火车还跑来这打游戏 嗯 幸好带了充电宝 不然电量都不够 曹晶晶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明明是生气的 可是心头好像又偷偷地泛起了一丝欢喜 她等了她好一会儿 最后彻底败下正来 郁闷地说 唉 我让七七送你回去 不准拒绝 别去地铁里训别人了 于途没有拒绝 乔晶晶一下午 都有点魂不守舍 游戏也打得飘忽不定 于是在十连胜之后 光荣地来了个十一连败 到了晚上睡觉前 疏疏隐隐 段位又退回了新药衣 于途和她双排上的分都掉光了 乔晶晶陷入了严肃的 关于命运的思索 难道她只有单排上亡者的命 幻想了一下 明天于途看见她战绩后 可能会有的一言难尽的眼神 乔晶晶深深地忧郁了 于是第二天早上 于途一来 她就把自己的手机送到她面前 先发致人地说 看我掉了十颗星 她一副邀功的样子 于途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也许她说的是她单排上了十颗星 她拿过她的手机确认了一下 的确是掉了十颗星 领以为傲 嗯 匹配机制问题 连胜之后连败几率很大啊 乔晶晶晶为自己辩护 而且我有五个拜访MVP 于途目光微锤 修长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着 就站在门口 把她昨天单排的数据看了一遍 乔晶晶在旁边装作一起看手机 于途却忍不住偷偷撇向她 看她低头认真的样子 欢迎回来啊 于老师 这一场怎么回事 首约16%的输出 哎 于教头才对 是辅助的问题 乔晶晶赶紧甩锁 然后也不看教头本人了 紧盯着手机 一旦出现不堪入目的数据 就赶紧在她开口前狡辩几句 于途听而不闻地看完 把手机还给她 乔晶晶问 一会儿我是继续单排吗 还是你带我双排 我带你 于途干脆地说 咦 于老师怎么出差一趟 性格大变了 你出差发生了什么好事了吗 忽然怎么变得这么体贴善良 于途脱下大衣正要挂起来 闻言 她的动作凝滞了一瞬 巧晶晶却没注意 想起来问她 对了 你去哪里出差了 这么突然 很严重的事吗 嫌 其他的不能说 保密要求 于途挂好大衣 转过身 神色已经如常 这么严格 家属也不能说吗 乔晶晶好奇地追问 问完才发现 自己的话有奇异 连忙补充 嗯 假设我不是说我啊 不能 那多无聊啊 岂不是很没话题 乔晶晶随口感慨 大概吧 于途眼睫微动 她往里面走 我们开始吧 屋子里有点热 乔晶晶不喜欢穿得臃肿 前几天一降温 立刻就开了全屋地暖 室内温度比降温前 还高了几度 于途第一局打到一半 趁着乔晶晶 把她卖在河道 把毛衣也脱了 只穿着一件白衬衫 游戏里的人物还没复活 她的目光静静地落在了乔晶晶身上 大概地板上暖和 她便不肯好好的待在沙发上 而是拿着手机 赤足坐在了地毯上 白色的长绒地毯 精致秀气的脚趾上点着猪 乌黑的长发披着 模糊的记忆中 好像一直这样暧昧和娇气 此刻却突然动人 而当她抬起头 眼神有点迷茫地看她时 一切就都更生动起来 你干嘛在泉水不动 她想起什么 表情当时有点小心虚 啊 我不是故意卖你的 信任 我知道 她平静地收回视线 注意力重新回到了游戏中 跟上我去对方野区拿个红 好 乔晶晶高兴地跟上她的李源芳 一起搞事去了 于途今天打得和以往有些不一样 特别的凶 不断地入侵压制对方野区 用的也都是她不常用的英雄 比如说李源芳 韩信 百里玄策之类的 节奏带得飞起 每一盘结束的也很快 居然比昨天更快地 带她回到了王者时心 然后她放下手机 看了看时间说 你自己随便玩一会儿 我去收投影机 怎么有一种 看这是正给你打下的心情 你自己玩 随便掉的感觉 乔晶晶连忙挥掉 这种不靠谱的想法 拿着手机晃悠地跟着她 哦 乔晶晶闭嘴 又看了一会儿她干活 然后坐在旁边的地毯上 开始单排 她选了露娜 因为上一局 旅途玩的就是露娜 在敌方高地一打五 秀得要命 弄得她也跃跃欲试起来 然而两波团站下来 她就后悔地想哭了 露娜真的太太太难玩了 人家是月下无限连 她大概是月下无限空 她本来还想坚持一下 可是自己的队友 没说什么难听的话 对方的苏烈却开始嘴贱 叫嚣着垃圾们快点投降 乔晶晶一气 直接把手机塞给了于途 于途正挽着袖子拆零件 手都来不及擦 就被塞了一个零四的露娜 塞给她的人还气愤地要求她 坐对面那个苏烈 一直长向我 于途看了一眼她的经济 现在坐不了 不过遇见苏烈的时候 她还是走位调戏了一番 然后穿墙走人 这其实不是于途的风格 用她的话来说 这属于无用功 平时的于老师 根本不会浪费时间这么做 乔晶晶的眼神 从手机屏幕上移开 默默地落在她的脸上 她莫名地觉得 出差回来的于途 好像变得有点温柔 还对她有点纵容 说不上有哪些具体的细节 很细微 也许于途自己也没察觉 可是她就是觉得 甚至蠢蠢欲动 想试探 于途 我这几天可以拿你的手机 打游戏吗 乔晶晶忽然问她 于途从游戏中抬眼看她 乔晶晶的眼神亮闪闪的 理由信手拈来 打比赛的时候 要用比赛专用手机 嗯 就是你手机的那个牌子啊 型号也差不多 我练习一下手感 于途点点头 报了自己的密码 自己去客厅拿 想得寸进尺 你有没有家高中同学群呀 手机拿了过来 乔晶晶明知顾问 有 啊我没家 有点好奇 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可不可以用你的微信 看看他们的朋友圈啊 于途淡淡的说 朋友圈就是给朋友看的 你也是他们的同学 哎 关键不是人家给不给看 是用你的微信呀 乔晶晶晶 乔晶晶眼睛一转 所有人吗 于途心中微色 为他小心的试探 他想说 我都没看过 你看什么 然而最终 他只是头也不抬的 操作着游戏 仿佛一无所觉般的 应了一声 乔晶晶 烫了一口气 这个人完全不懂 他的点啊 算了 不懂也不错 看着于途用露娜 帮他报了仇 他决定投桃报李 帮他的号也赢一场 至于朋友圈什么的 说说而已 他才懒得看 其实于途的手机 乔晶晶第一天 就拿来打过牌位 后面当然也用过 不过那都是 直接打游戏 还是第一次 他自己解锁 好像得到了某种许可 他的世界 完全开放给他 他忍着去翻他手机里 都有什么东西的冲动 准确地找到了 王者荣耀的标志 点开开始牌位 打了几分钟 小猪的电话 进来了 乔晶晶摆忙之中 在自己的手机上 按了免提 小猪的声音 响起来 晶晶 品牌给你送了生日礼物 还有三个大箱子 我让司机师傅搬上来 乔晶晶晶 乔晶晶正想答应 忽然想起旁边的于老师 嗯 想支持于老师干活呢 等一下 他对小猪说 然后笑隐隐地 看向于途 司机进来不太方便 于老师 你去电梯呢 帮忙搬一下 于老师直接下楼去搬了 乔晶晶便拿着手机 边打游戏 便在电梯门口等着 游戏里推到敌方高地的时候 电梯门开了 小猪拿着个小箱子 于途搬着个大箱子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来 乔晶晶抽空 往电梯里瞄了一眼 里面还有两个巨大的箱子 他有点奇怪 哪个品牌提前这么久送我礼物 这么多 别家啊 每年都提前十几天啊 小猪回答说 哦 这三个大箱子里的不是啦 是你上次带购的那些 衣服包包鞋子一起借来了 哎呀 来的还是很及时 正好过几天你比赛 可以搭配一下 乔晶晶手一抖 送了个人头 你不是说品牌送的东西 小猪举了举手里的小盒子 这个呀 乔晶晶点点点 队友顺利的推掉了敌方水晶 大大的胜利两次出现在屏幕上 然而 乔晶晶的内心却一片荒凉 他麻木的收起手机 走到于途面前 打算帮忙搬一下 于途让了一下 我来 有点重 哦 能不重吗 一箱子里不知道塞了多少件衣服 哎 他为什么要折腾 为什么不让司机偷偷搬进来算了 于途把三个大箱子都搬进家里 关上门 小猪还在叽叽喳喳 乔晶晶 你秋冬季的衣帽间太挤了 我把前几次买的那些不合适的衣服整理出来吧 好多标签还没摘呢 和以前一样大家分一分 还有寄给佩佩姐 乔晶晶点点点 很好 暴露了她更多奢侈乱花钱的细节 她现在就想知道 她的助理为什么情伤这么低 她背对着于途 无声地对小猪说了个闭嘴 小猪还算激紧 立刻不说了 但是那瞬间抿得特别紧的嘴 和瞪大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谁教你这么浮夸的演技的 乔晶晶好想扣她工资 挺好的 身后突然传来于途嘀嘀的声音 乔晶晶扭头看她 怀疑自己幻听了 这是那个说她享受这社会红利的于老师说的话 看到她疑惑的目光 于途笑了笑 她想是挺好的 就这样每天开开心心 打扮得漂漂亮亮 无忧无虑再好不过 这天 于途走得比较早 六点多就离开了 她走出乔晶晶家 打了个很长的电话 然后在街边买了一杯热咖啡 站在路边 慢慢喝了很久 咖啡很快就冷了 不过大概这才是正常的温度 没有仪式的温暖 没有皎洁的笑颜 她将咖啡杯扔进垃圾桶 伸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咖啡 中文字幕 李宗盛